对面貌引发的惨汗 火上浇油 小S再传驾暴 老公官司缠身 娇妻豪放依旧 虽然小S台上疯狂无限 但面对台下媒体的穷追不舍 小S继续回避 而媒体们只好趁着小S好友黑人 出席北京某活动的机会 打探起小S的近况 就我觉得很平静的去面对吧 那我们也是做朋友的 然后就是在旁边陪伴 被卷入内线交易风波之后 仅仅网上又有消息传 小S想离婚 因为一连三胎生不出儿子 让丈夫徐亚军相当恼怒 曾多次家暴小S 对于家暴这个靠谱的传言 当天黑人就否认这一消息 当然不是真的 我觉得也不要揣测太多 然后也给他们一点时间和空间 让他们好好的度过